欢迎观看我们的博客 这次的博客是皮蛋 大家好 这次博客向大家介绍一道有名的中国菜 那就是皮蛋 皮蛋又被叫做松花蛋 变蛋等 是中国汉族人民发明的蛋加工食品 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食品 能促进食欲 但因为其颜色和气味 和一般的鸡蛋不一样 很多外国人都不太敢下手 把新鲜的鸡蛋加工成皮蛋的过程 是一个很复杂的化学反应过程 一般人很难自己做出来 如果你想尝尝 一般的中国菜饭店都会有 如果你想自己用皮蛋做个菜 去一般的超市就可以买到了 凉拌皮蛋和皮蛋瘦肉粥 是深受中国人喜欢的两道菜 去到中国的朋友请一定尝尝 再见